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梅朵老师 哈喽 梅朵 您好 姐 您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欢迎你们两位来到 那待会儿会请你们两位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疫情之后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 那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展览 希望两位可以帮我们导览一下 不过在这个之前让我们先来熟悉彼此一下好吗 慧生 我们两个其实是老同学了 那当然跟你很熟 那谢谢你介绍梅朵让我们认识 那梅朵我们今天是初相见嘛 那我就想你的名字怎么那么美啊 就姓梅兰芳的梅 然后花朵的朵 对不起这是你的本名吗 不是 是我第二阶段人生想要用的名字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母亲的小名叫玉梅 那母亲过世之后 我觉得我就是她生命里开出的一朵花 然后想要帮她开得更灿烂 然后在第二阶段的人生就去分享一些 我真正喜欢的美好的艺术和文学 真好 那我听说你的第一阶段人生 是在教书 然后你是我们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中文系的 跟我一样 然后你在桃园的武林高中教书教了许久 对 将近三十年 而且我知道你虽然是很早就退休了 对 五十岁就退休了 就是为了开拓第二人生 对 做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那你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 就是去可以更自由的去分享 一些感动我的文学跟艺术 那在学校里面难免你还是要比较务实一点 去配合现在的考试啦 课纲啦 等等 这也很无奈啦 那卉生 说说这个文化力协会吧 好 我们文化力协会 只是开始运作啦 我们协会成立是比较晚 但我们开始运作有这个构想 那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是因为要上你的节目才回想一下 哇 是啊 十年了 真的 不过卉生我们刚才讲了说 梅朵的名字其来有因嘛 那梁慧生这个名字有没有故事呢 说说看 因为我父母亲是到台湾之后 他们是从大吴来到台湾之后才结婚的 所以结婚好多年都没有生孩子 但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就跟上帝祈求 就好不容易我生下来了 所以呢 就是感谢上帝的恩惠赐下这个生命 你是因为上帝的恩惠而赐降人间的 是 真好 然后你现在也是跟梅朵一样在蓝海文化力协会 你们十年前创办了以后 是 一直到现在吗 是 其实我们十年前开始之后呢 我们陆陆续续就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 其实梅朵是比较晚加入的 是最慢加入的 是 因为他那时候 我们成立的时候他还在学校教书 所以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刚开始你们要成立这个文化力协会的时候 好像我当时也有点惊讶 因为你们一群人其实都在故宫担任志工 是 那故宫的志工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头衔呢 其实是很珍贵的 很多人都非常尊敬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难考 然后还要上整堂的课 然后有的还要各种语言都会 对吧 然后当初你为什么去考这个 当初说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住国外 就是当你离开家的时候 你才会珍惜自己的文化 所以等到我回到台湾之后 那我有朋友在故宫里面 就像你说的嘛 我就觉得好羡慕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故宫还不是每年招收啊 所以一旦他开访招收之后 我就去考 经过口试比试 然后上课 然后再考试 我好佩服你哦 两位都是对故宫的展览啊 或者里面很多的宝藏 非常熟悉的人啊 那最近故宫这一档展出呢 听说是每十年才有一次 非常珍贵的同时展出 北宋三画 那我在网路上也刚好有看到 梅朵老师对这三幅画的讲解 听说你还出了一本书 千年山水半日乎生 那梅朵老师讲起话来非常好听 那介绍这三幅画 可是深入浅出 我去带我们基金会的同事去看展之前啊 就请大家一定要先听过你的演讲 预习过以后才可以同游 好严格 今天非常荣幸吧 梅朵请到我们艺文放轻松的节目 那可不可以请你就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三宝 然后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看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才是看门道 不是看热闹呢 好因为这三幅画算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也算是呢巨星 我觉得这次的同框展出 就像是呢巨星举办的一场见面会 所以是不容错过的 那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 我们说了半天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开始召集起来 到底哪三宝啦 你在说哪三幅画 来请你一一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和郭熙的早春图和礼堂的万货松风 那这三张画正好是在北宋的早中晚期 三张呢里程碑式的巨幅圈画 所以最早的是哪一幅呢 是那个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啊 那帮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构图 跟我们去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到底是要怎么样细看呢 这三张画呢 其实都是巨碑式的中轴线的一个构图 所以你在这三画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都是画的当中 有一个巨碑式的大山 那三张画同时展出为什么会这么难得 就是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比较 那这三个大山呢 你会发现说范宽的最大 他几乎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 可是郭熙的呢 他的山就是春天充满了那种烟蓝 早春吐 对 对那种 留白多一点 对 整个山呢都是在一种动态的状况下 你觉得你在他面前仿佛就感觉到那种阳光跟空气 那礼堂的万货松丰呢 他的远景是特别少的 那个山占的篇幅比较少 然后他的近中景呢 几乎连在一起 那他的近景呢最大 所以当你站在这三张画面前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做一个比较 感觉到他的时代风格 还有呢 个人风格的差别 卉生 当然你对这三幅画也非常熟啊 可能以前也常常导览这三幅啊 是 那如果我问你说 你最喜欢哪一幅 这样会不会很不礼貌很妥啊 最近呢 尤其今年呢 把这三幅画再仔细看之后 我对礼堂的万货松丰 就有感了 因为以前礼堂的画 画面很 默色很深 对 所以我们在看现场的时候 其实看得不清楚 对 我有听到人家小声的说 对 就黑妈妈的一片怎么看 看不清楚 那为什么要跑到现场来看呢 那因为去年的时候 故宫他们用最高的科技 所谓8K的摄影技术 所以能够更真实的 让我们看清楚那个画面 所以我才能够了解到 礼堂他在画那幅画的时候 他的构图 他的细节 尤其你有注意到他的松束吗 他的那个松针 松针 一根一根 对一根一根的 他是先用墨 对 然后再上时青时绿 都是一笔一笔的画上 不过现在就是那个 时青时绿的颜色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补上去 对吧 没办法 但是呢 我就要问两位了 因为好像我可以在网路上 或者在复制的图 这样我们可以放大 很大的来看这幅画 然后你就看到那上面小小的人物 前前后后的行走 那很清楚啊 为什么要去现场看 因为人好多挤来挤去 然后也看不到那些细节 所以我们要在家先做功课 你知道他画的精彩 然后你到现场就像 我们刚刚讲是 你跟巨星的面对面的见面 那你要到现场 你才能感觉到他的气势 他的气质 他的那种气派气魄 就是你要跟真人面对面 你才有那种感觉 那我们在电脑上面 或是纸本上面 总是隔了一层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感觉到 他画的这么大 每一幅画都是 像西山行李图 它是200多公分 早春图也有158公分 其实如果你没有到现场 你没有那种真实感 所以看现场还是不一样 对 跟你在网路上看还是不一样 但是就是可以相辅相成 对 就像卉生刚刚讲的 就是现在用高科技的摄影技术 可以把它拍得很仔细 所以放到网路上 我们也可以放大 看得很清楚 非常清晰 然后就像梅朵说的 你就是到了现场 跟巨星会面 这还有什么话说 三大巨星站在你面前 而且正好都是 北宋的三水画 对 真的是很珍贵 那为什么要三年才能够出来见一次面 他们都是国宝 国宝的话就是每展出一次呢 就是休息至少三年 不是每三年都会展出 那他们三张画同时展出呢 上一次是十年前 对 是这样安排过 我记得上一次十年前展出的时候 很多海外的朋友 成群结队一团又一团的来 所以我就是在那个十年前去看 我说天哪 我都挤不到前面去看 然后一不小心就有人 把手趴在那个玻璃柜上看 然后那个时候的摄影技术 也还没有这么进步 所以这三幅画是全世界知名 对 所以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今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机票 飞来台湾看这三张画 你这次呢 也特别出了一本书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出版的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设计的小小的 你可以学生攜带 就走进展场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因为这个展览去年就公布了 有太多人都相约这时候来 可是在那个三集三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有一种担心 觉得不知道这个展可不可以办成 那办成之后是不是会很限制人数 那所以我就想说 也许可以把一些资料利用现在的科技 把它写成一本立体影音导览书 所以在里面呢 不只是文字图片 然后还有一些QR Code 里面就有一些影片跟录音 那最后还录了一个 美朵在现场 也就是你如果自己去看展的时候 扫那个QR Code带上耳机 就像我陪你一起看这三张画 带着自己的耳机就可以去听了 他们只能展出42天对不对 每一次展出 所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这个展 11月16日 11月16日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把握机会 好好去欣赏这个镇馆三宝 那这三大画家的三幅画 上次当我去看这个展的时候呢 就走到二楼另外一间很大的书画展的展览室 然后就惊喜地发现 他正在展出我非常喜欢的 普新鱼的画展 然后我就想起我的好同学梁慧生来了 我想慧生一定正在准备这个导览 南海文化力协会一定会有一些导龄 然后有一些课程可以让我们去上 是吧慧生 是因为光辉十月嘛 所以每年十月的时候故宫都有特展 那今年呢就是除了北宋三大画之外 就是普新鱼先生的画作再来 以前啊不是以前 就是我们都说啊是南张北普 然后南当然就是张大千 那北普就是普新鱼 那我知道慧生呢 对于张大千的话是非常的熟悉的 因为每次展出呢你都会去带高篮 是 那这一次普新鱼的话呢 可不可以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其实普新鱼呢 他年龄呢比张大千稍稍大一点 他大张大千三岁 可是普新鱼是出生于皇室 是 他的祖父是公亲王一新 就是大家如果去北京的时候 公王府 公王府应该要去看的 对 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 是 他是普仪的 堂兄弟 堂兄弟 所以叫普新鱼 普自辈的 对 普新鱼他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 普儒 对不对 就是儒家哲学的那个儒 普儒 对 那这一次故宫博物院 好像是从10月3号开始 一直到12月21号 对 将近三个月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他这里 我看到故宫印的这个目录 因为我非常喜欢 所以我去看展的时候 就拿了一堆 只是很简单的 里面只是有很多简单的书画 但是他讲呢 说他是文人化最后一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讲之前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普新鱼他不姓普 普儒也不姓普 普儒也不姓普 他们是姓爱新觉罗 对 对 但是因为满人嘛 所以他们通常不会说 我是爱新觉罗 普儒 所以他就把爱新觉罗去掉 就直接称为 普儒或者是普新鱼 那为什么说是文人化的最后一笔呢 因为我们知道 大概中国人的绘画 从元朝开始 他就是文人化当道 对 那文人化呢 很特别就是说 他是从画家的身份来界定 所以这些画家呢 他们都是文人 都是读书人 他们不是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 所以就跟院画 宫廷画家是不同的 所以在他们的画上面 他们常常就是一笔草草 就是比较写意 那所以他们画出来的画 我们常常说非常的有境界 这样 然后那但是他们要能够画出 这样子感动人的话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 富春山居图 对 对不对 那他能够画出这个画 他自己本身的修养要很好 他的本身修养 他的琴琴书画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的画家呢 大家可以画 会画技巧 我的创意很够 但是长到这个诗书画 这些方面可能就比较欠缺 那普新鱼呢 他完全是自学的 不过他在皇宫里 应该有很多老师可以教他 可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清末改朝换代 所以已经是落魄王孙了 是 他自称为旧王孙 旧王孙 对 那那时候因为局势的改变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 他就住在北京旁边 一个叫西山的一个庙里头 所以在那边 当然他家因为还是有很多的收藏 所以他就从这些收藏里头去自学 没有老师 也没有同伴 美朵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吗 我想就是文人画 他们通常因为他们使用 毛笔 对毛笔这个工具非常熟悉 所以 他们能够透过 看前人的话 还有他们自己的学养 所以在表现上面 就能够形成像刚刚 卫生讲的那种 文人他们的气质 那我自己对他呢 我最喜欢是他一个印章 叫 乾坤亦腐如 我觉得那是一个 就是非常文人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文人画 其实他的印章当中 也可以看到 就在这天地之间 他一直维持着他自己的一种价值跟风格 甚至他救王孙的这个身份 就在天地之间 他就是一界 就算只有一个人 但还是顶天立地 然后又自嘲 自己就是腐如 那个腐呢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其实也是一种赞美 对不对 儒家就是最迂阔的嘛 可是何妨举是嫌迂阔 所以我觉得他那方印章 寄托了他自己非常多的心情 然后是自嘲也是一种自负 那我去看这一次的画展呢 就很惊喜的发现了 卫生 他里面有好多 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戏曲人物 对 像钟葵嫁妹啊 是 孙悟空 这个在山火焰山啊 观音啊 有老虎啊 有很多动物等等 真的非常可爱啊 对 可是都是小小的画 是 就是很特别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看过别的文人画 就是普星鱼的画作其实都不大 因为你知道他是王室贵族嘛 对不对 你如果画大画画 你要趴在地上爬上爬下的 对他来说 姿态不太优雅是吧 没错 所以他画面都很小 那他本身我想是蛮幽默的 然后他对于人物 对动物的掌握 其实他的绘画风格 应该说他绘画的体材 也非常的丰富 好像这个不只是花鸟啊 山水啊 对 各种动物 戏曲当中的人物 人物 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圆 他只画圆不画猴 因为他说 圆是君子 猴子是那个小人 因为猴子很吵杂 你看嘛 我们现在不是常常猴子出来 对 扰民 扰民 对不对 导弹 那羽然是住在深山里头 他很安静 性情很温和 所以他只画圆不画猴 那美猴王算猴还是圆 是猴 是猴 所以比较刁砖 刁砖可爱 对 然后他也画了很多猫啊 鱼啊 总之呢 我去那里参观这个浦星鱼的画展的时候 就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 因为他很多幅 然后你一幅一幅都很清楚 可以细细的看 而且还可以拍照 那个北宋三大幅 不准你乱拍照的 因为要保护国宝 惠生你们南海文化力协会 什么时候会办这个讲座吗 我们是在 我现在预订是11月11吧 就是大家那个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直播 对 就做一个直播 我们以前都是上实体课 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逼着我们 要去学新的把戏 我想这是大家的福气 因为在实体教室里头 毕竟还是都要来到那个地方 那中南部东部的朋友 就比较难来上实体课 所以如果有直播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我们现在也感受到 直播的威力 所以你们也会开始 做很多直播的课程 对 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学习 其实可以直播之后 又录影就存在那了 大家可以一再地回看 然后实体课程 也还是有人喜欢去见 大明星梅朵 或者梁卉生这样 要亲见明星嘛 所以呢 去上实体课的人 也还是有实体的获得 可以跟老师当场互动 当场讨论 所以我觉得 能够实体直播 相辅相成 其实是最棒的 我其实真的很钦佩你 就是你成立这个 蓝海文化力协会 至今十年嘛 默默地做了很多文化传播的事 那可不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初你为什么会想创立这个协会 因为我知道你生活很好 很幸福 可是这个协会好像让你非常的忙碌 投注很多心力 是 当初会做这样一个协会 就是觉得 我们长期在故宫里头 接触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可是呢 就是这些观众不到故宫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告诉他们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走出故宫 走进人群 走进社区里头 就是因此我们就成立了 蓝海文化力协会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讲座 然后开始做了导览 然后我们也进入学校 然后我们也进入了这个社团 我觉得很棒 就像你说的 必须要人集合到一个场所 然后才能够得到知识 这是比较过去的想法 那现在你当初十年前 创办这个蓝海文化力协会的时候呢 你是主动的走去别人的现场 然后传播这个知识 那现在又更进一步透过网路 那就是无处不在了 到海外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你们的导览 当然最好还是去现场看了 就说可是 就还是可以获得这些知识了 那成立十年以来 因为我知道你变得很忙碌嘛 有没有后悔过啊 会啊 好老实 那你再帮我们拖进来 就是常常在准备导览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展览换得很快 或者我们要准备课程的时候 其实每次课程 两小时的呈现 但是我们可能花 大概要两百个小时的准备 然后每次走到那里 就开始很后悔 就是说 干嘛 好辛苦啊 现在是剥一层皮 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我们忙 然后在忙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点后悔啊 悔愿啊 可是过了之后 又觉得自己收获好多 然后如果有人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们 让我这样子可以更了解这个北宋三话 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是不是这样没多 为什么你要投入 我是最慢加入蓝海 所以我应该有发言权 我是被他们骗进去的 就是刚会生讲到说 其实在做成人教育 他们觉得还不够 就希望说年轻人也能够接触这几千年的文化 所以他们就投入了到北英语去办了一个文物营 那因为他们对于年轻人不熟 所以原来只是想说 我是原来是高中老师 我也有同学在北英语 所以就找我去开会 看看说怎么跟年轻人沟通 那我本来只是要去开会而已 就被他们骗进去上了两堂课 那后来就越投入越深 我觉得就是被他们感动了 就是刚刚会生讲 其实他们都是生活非常优渥的 如果庸俗一点来说都是贵妇 那但是他们没有满足于自己现在 这么优渥幸福的生活 反而自讨苦吃 然后真的很认真的准备 那我那时候建议他们说 你要走进校园 然后去听别的老师上课 这群老太太 他们就真的就是去参观了现场的 就是翻转教学 然后去看看说 现在老师怎么去跟学生沟通 我觉得就是一直不断学习 然后非常认真 然后让我觉得加入这个团体 真的就是一起成长 然后那种很正向的 真的就是你在付出的同时 其实你是最大的收获者 那听你刚才讲的 就是南海文化力协会 它不只是自己在传播知识 其实里面的成员自己也在吸收 然后在接近年轻人 然后更了解这个年轻的世代 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沟通 那卉生 我知道你们最近又会有很好的课程 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听说有个千古风流人物 那是谁呢 这已经上完了 对这已经上完了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是想要把我们之前的这些课程 重新录制 然后把它制作成为云端课程 也许也可以找很会跟年轻一代沟通的老师 来讲课 那你们设计的这些课程 其实就不一定是配合故宫的展览来设计了 对我们有跟故宫的展览非常相关的 比如说依照文物的类别来做介绍 比如说青铜玉器瓷器等等 那我们现在呢也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比如说我们会从朝代 就是由文物介绍朝代 或者是用文物介绍四季 春夏秋冬 然后呢千古风流呢 我们是从这个人物 就是在文化史艺术史上 很有趣很特别的人物 然后呢透过他们呢介绍那个时代 然后也跟他们 因为介绍他们的时代 他们的作品 虽然我们现在跟他相聚百年千年 但是因此呢我们就会有了连结 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在做圈千年的粉丝团 举例来说我们唐朝的时候就介绍唐太宗 唐太宗的字很棒 对 因为他的热爱书法 所以王羲之 楷书就在那里 奠立了非常好的基础 然后我们介绍米福 就那疯疯癫癫癫的那一位 对 书华米菜 这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 然后我们介绍赵孟甫 元朝的倪赞 然后呢介绍这个 异界长青后了八十几岁的文征明 对不对 我就说他是一个 故宫里头很多他的话 很多他的话 因为他翻转人生嘛 他小的时候就是好大都不会讲话 但是他爸爸对他没有放弃 他跟唐颖两个人是同耕 就同年的 但是两个人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好 我们很希望很快就又会听到 南海文化力协会重新举办这个千古风流人物的课程 那真的非常感谢两位不断地在传播这个真善美的知识 就是给一般的大庭广众都可以来学习 谢谢两位 谢谢 一文放轻松 我是陈宜珍 刚才非常高兴经由梁慧生老师和梅朵老师的介绍呢 我们知道了故宫博物院有两展非常重要的展出 那么一直到11月16号会同时展出故宫的镇院三宝啊 就是北宋三幅画 泛宽的西山行律图 郭西的早春图 以及礼堂的万货松丰图啊 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看展 那另外一个展呢是普新渝的书画展 是文人画 一直到12月21号都可以赶快去看 我觉得疫情之后最开心的呢 就是又可以走入这些很棒的博物馆 美术馆等等去欣赏很好的画或者是字 然后呢也可以去到现场去观赏戏剧 戏曲种种文化活动 那政府又给我们一放卷 更增加我们想要去欣赏艺术 亲近文化的这种热情 那很幸福我们在台湾可以这样实时的 可以去各个不同的场馆 欣赏很好的字画等等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艺术